我是南無班大 貴姐今天煮什麼 今天呢我要為大家介紹一道 我們花東地區安美族的主食之一 Durun Durun呢 它也就是我們花蓮麻糬 那我要用最簡單的方式來呈現出來 那現在我要做給大家看喔 我們要準備的材料非常的簡單 那現在我們先把鹽糯米倒下去 那水量的話我們不是用1比1的水量喔 水量大概是0.8 就1比0.8的水量 因為糯米如果說你的水太多的話 會打出來的團會非常的濕沒有口感喔 這個時候呢蓋上鍋蓋 氣把一定要打開喔 開中小火 那等到氣一升之後轉小火 計時12分鐘 我們的米就好囉 好 我們的米已經煮好了 這個時候呢我的手會抹上一點油 因為避免我的那個熟透的那個糯米啊 會三連到我手上不好拿 直接把這個米直接倒進我們的一字杯裡面去喔 只要三分鐘的時間 我的糯米糰就會出來囉 好 有聽到冰音聲嗎 表示這個已經啟動了 安全專制已經啟動了 這時候呢 我會使用手動的模式 就是8檔 然後打3分鐘時間 我的糯米糰就會出現囉 按啟動 再來就是8檔 好 這時候就等3分鐘時間 那這個手動模式是不會停止的喔 所以我們要靠人工去做停止的動作喔 好啦 時間大囉 停止 打開我們的蓋子 打開我們的蓋子 好 那現在我有準備這個大的鍋碗這邊 這個地方呢 我是炒過的玉米粉 因為我為什麼要準備玉米粉呢 我是怕我的麻糬會沾黏不好操作 因為它畢竟是原糯米 年限會比較高 好 整個都倒下去喔 要它濃稠度大概就這樣 這樣子的話 我們會比較好操作 因為玉米粉它可以禁止我們那個 手跟那個麻糬三連在一起 那我會取一小團大概 這一團大概有60公克的大小 花生粉來包餡齁 那大概就是平整這樣子之後 花生粉這裡面是有加糖粉的喔 所以它有甜甜的 吃起來會比較好吃喔 現在呢 時代的進步啊 為了應應我們的方便 之前我們以前在用那個 只要做這個麻糬的時候啊 都要花到半天的時間才會做好 那現在就不需要喔 我只要花三分鐘的時間 我的麻糬就可以吃到囉 好 我們的麻糬已經好了喔 那我為大家試吃看看喔 咬一口 不要咬太大口喔 以免被噎到喔 哇 用聲明 打的麻糬非常的Q又好吃喔 那喜歡的朋友們請幫我按讚加分享 掰掰